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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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去想一个逻辑 降息的预期心理 它是会推升股票市场的一个预期心理 好 那所有的预期心理 对于股票市场来讲 它一定会提前去反应 那这个预期心理 要被戳破 就是说要去看这件事 到底会不会真的实现吗 那因为说 联准会如果说真的要降息 它也是等到下半年 那也代表说第二季 也代表说在整个第二季 整个市场不会去确定说联准会 到底会不会真的降息 所以你去想这个概念 就是说 第二季它会长一个 下半年要降息的梦 但是这个梦到底会不会实现 在第二季结束之前 不会有人知道 因为联准会最快要到第三季 才会确定去降息嘛 所以第二季等于是 充斥在一个想象空间里面 到底会不会实现 没有人会知道 那你换个角度想 也代表说在第二季 不会有人去把这个降息的梦 去把它戳破 那这不就是大家所谓的做梦行情 所以你了解到这个逻辑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我会说在第二季 会是全年度最好赚的一个季度 因为它有一个不会被戳破的降息梦 所以你看 就是因为有这个不会被戳破的降息梦 所以在第二季行情不会差到哪里去 就是说第二季的行情愈小不易 因为有这样子的预期心理在支撑股票市场 绝对不可能差到哪里去 好那既然说确定了 在整个第二季行情不会差到哪里去 那就像我们讲的 在整个第二季就是一个标准正规的多头市场 那在多头格局里面 产业加数字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好赚 因为只要说指数不要有说太大的震荡 持续在一个还涨的过程 这就叫做效率市场 在一个效率市场里面 我们只要掌握产业一间公司 它的合理建议售价 真的会非常好赚 今天涨上去的股票非常非常的多 包含像是东哥游艇 训联 那或者说其他的股票也都涨上去 还有像加登 但是今天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档 就是3680的加登 加登就真的是刚好 达到我们当时所讲的价位 所以今天的加登 它是可以完全凸显出 我们掌握产业加数字 它的优势跟威力 到底能够到多大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所以大盘 总结一下 大盘就是在整个第二季 它会是全年度确定最好赚的季度 也是不确定因素最少的季度 所以针对这些第二季的大标股 最好的买点就是在本周 所以大家记得先加入我的Lite 里面都会分享最新的标股 会在这几天 会针对第二季 第二季整个季度去分享最新的标股 直接拿起手机扫描这个QR Code 或是输了ID 小老鼠WE178 WE178 我们在第一季的季初 公开送给大家的五档股票 红宝 世新 加登 茂达 上尾投控 哪一档没有涨 涨幅通通都是30%起跳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也是一样 会针对第二季去分享最新的标股 记得先加入 好 那其实我一直在告诉大家一个观念 每一间公司 你说每一档股票 它就是代表一间公司 那只要是一间公司 它一定有它一个很 它一个最合理的价格 因为每一间公司一定有它一个合理价存在 不然说其他间怎么去收购 就是说一间公司要去收购另外一间公司 它一定会有一个合理的收购价 所以其实我们只要掌握到一间公司 它一个最基本的建议售价 买卖股票赚钱 真的就像我们日常在买卖东西 你去看喔 从加登的身上 你可以看出说 掌握这个数字整个优势到底会有多大 你所有操作疑难杂症 全部都会解决 记不记得当时我们加登是怎么讲的 先给大家看一下 3680的加登 当时我们透过产业加数字 在300元以下的加登 当时怎么告诉大家的 透过产业我会知道 加登它是做EUV的极脂外观光照合 那因为说它的主要客户就是爱斯莫尔 那爱斯莫尔是全球的EUV寡占 应该算是独家供应商了 那既然是独家供应商 加登它就算是寡占的公司 但是寡占的公司 就像我们一直在强调的 它的本益比至少可以15倍起跳 那我们就给它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 我们就算15倍就好 那再来 因为它EUV产业属性的关系 它的订单的交期比较长 订单的交期比较长也代表说 它可以反映到更未来的EPS 所以其他的公司是看2023 但是因为说加登它的交期长 所以它的EPS要去看2024 那你去看 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告诉大家的 就是这样形容给大家听 2024年预估 因为它在手订单来看 预估要赚25元以上 25元的EPS搭配上 因为加登它是寡占 最低就是15倍本益比 那你去算一下 当时我们就这样告诉大家 15倍的本益比 搭配上明年2024要赚25元的EPS 15倍本益比加上25元的EPS 它一个最保守的建议售价就是375元起跳 一定会过375元 那你去看今天 你去看喔 当你心里有这个375元这个数字 明年要赚25元 最低的本益比15倍 加起来 它们搭配起来就是375嘛 既然是375 你去想这个逻辑 不论说在任何一天 任何的价位 遇到任何的状况 你都会很清楚知道 当天你到底要去做什么动作 来你去看 先记住喔 375 375就是加登它一个最合理的建议售价 应该说最低限度的建议售价 好 那你去看 这一天留意跟上引线 就像我们讲的 最高来到334.5 那当你心里 有了375元这个数字 你说今天在315号留一根上引线 怎么去处理 你只会有一个动作 要码就是去加码 要码就是去续报 就这两个动作而已 那你说 但是当天是带量 收一根上引线 那就像我们讲的 我们当时有告诉大家 其实这也是我长期在强调的观念啦 因为台股是潜跌市场 什么叫做潜跌市场 潜跌市场就是 个股的线形是很好去操控的 我们当时就是这样告诉大家的 你说这一根上引线 这一根上引线 砸个几百万就可以出来了 真的不夸张 你说要做出这种上引线 真的是几百万到几千万 甚至你用当充的额度 就可以去把一档股票 画出这样子的上引线 真的喔 那你说这种上引线 花个几百万几千万 就可以出现这样子的形态 它怎么会有参考价值是不是 所以就是说台股是潜跌市场 有时候说个股的形态只是因为说筹码的关系 但是当你心中有一个合力的建议售价 你就会很清楚知道 这间公司到底该去怎么做操作 好那我们继续看 368年的加登 当时一直强调300元以下买嘛 334点入 一路到341 好那你说到这个位置需不需要先卖一趟 当你心里有了375元这个数字 你会知道341其实不贵 所以你说这一天过高要去做什么动作 要嘛续报 要嘛我们就再去做加码 好3月20号又是一根上引线 最高来到364 你说这个位置还能不能买 我这样说好了 假设说你真的不小心买在364元 追高了不小心追在高点 其实也无所谓 因为加登他一个最低限度的建议售价就是375 既然是375到364 其实是还可以再稍等一下 那你去看 3月22 367.5 一路涨 3月23 372 今天最高来到了379 是不是跟我们当时所讲的一模一样 300元以下的加登 你就闭着眼睛敲市价单 基本他就是会过375元 今天最高到了379 又一档正式达标 足足25% 涨幅并不是最大 你说跟我们手上的个股比起来 包含说其他的训练啦 知通啦 林群 动辄都是340%起跳 你说涨幅25%不算是最大的 涨幅最强的一档 但是他绝对可以 把产业加数字 他的优势跟威力 完全去把它凸显出来 所以你去想 你掌握了一间公司 他的合理建议售价 买卖股票赚钱 怎么会有问题 你说不论说遇到这种上引线 而且你去看 尤其是像这种股票 上引线很多 看起来现行很丑 我们靠的就是要知道说 他的合理建议售价到底是哪里 所以当你知道说 保守就是375元以上 不到300元你会不会去大买 这个位置一定是去大买 一路这样往上涨 那当然不是说过375就不会涨 而是说过375 他的胜率就会开始掉 他就变成说不是所谓的低风险 而且高报酬 很轻松就是25% 所以这就是掌握产业加数字 在一个多头行情里面 最大最大的优势 你会很清楚知道说 这一档股票 他应该是要涨到哪里 才叫做合理 那你去看 像是6288的连加也是啊 6288连加 今年预估赚3块钱 前一周买金28元 今天创高后出现卖压 那你去看 这也可以凸显出 产业加数字 我们买在低风险 而且高报酬以下价位的优势 就像我一直在强调嘛 2024预估赚3块钱 最安全 最低风险 最高报酬的价位 是30元以下 所以我们在28元买进 好那你去看喔 假设你是买在30元以下的任何价位 其实就算是今天 遇到前高的卖压跌了6% 跟你也无所谓 就是说 就算你是卖在今天最低点 都还是赚钱 你也不会因为说 这根长黑下来就被洗出场 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啊 你说 为什么我们长期都可以保持在这么高的胜率 因为我只会去买低风险 而且高报酬 就是所谓的安全边际以下的股票 那既然我们是买在低风险 而且高报酬 那胜率跟整体绩效自然就会比较好 所以这就是说 为什么你一定要来找我 因为只有产业加数字 我们才能让整个操作说 变得说非常的具体 你去看加登就好 加登他就非常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以加登来讲 今天真的就是最高到379元 真的跟我们当时所讲的是一模一样 而且你说一档两档就算了 我们之前很多的股票 都是一模一样的概念 给他一个合理的建议售价 他就真的一定会涨到379元 所以这个 这个逻辑其实也是我长期一直在强调的 要找到一档会涨的股票 其实不难 你说找到一档会涨的股票 其实很简单 但是最难的是要找到一档 你敢去大买的股票 我这样举个例子 加登的利多可能大家都知道 艾斯摩尔先进制成极止外光 好那我这样跟你讲 如果加登 加登他展望非常非常好 前景看好 后续的长势看好 我就这样告诉你 你一定不会敢去做大买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说 加登的前景很好 数字也漂亮 至少会超过375元以上 你就敢去大买了 是不是 这就是具体跟不具体的差别 所以把握这样的机会 我们在本周会针对第二季 全新的标股下去进行布局 尤其是说如果手上有很多套牢比较深的个股 就刚好利用这个时间点下去做转换 直接打电话进来 或直接私讯我的light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想跟上下一档标股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加上开启小铃铛 还要记得加入我的light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记得加小老鼠 所以其实你这样子回过头来想 你就会知道 当时我所讲的感觉是什么意思 就是 当时我们在买加登 告诉大家说 300元以下加登你可以去买 那当时我有一直强调大家一个观念 就是说 只要你掌握一间公司 就是它的合理建议售价 其实我们买进一档股票的心态 不会说我买进去之后 我很希望它上涨 我很希望它上涨 而是说 当我买进了300元以下的加登 我就确定知道 我已经赚到了 因为它一个合理的建议售价就是375 那既然是375 你买到300元的加登 这不就是赚到吗 就是说这个 这个心境上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你说要达到这样子的心境 一定是说 你要先清楚知道 这一间公司的合理建议售价是多少 所以你去想 我们这个例子都已经太多了 只要说你掌握一间公司 它的合理建议售价 真的买卖股票赚钱 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这个逻辑就像是说 你一颗茶叶蛋嘛 还是我们常讲的例子 一颗茶叶蛋 你用5块钱去买到 那你的心理状态一定不会说 我5块钱买到 我到底有没有赚到 我知道你是买贵还是买便宜 没有错嘛 你不会有这样子的心理状态 当你有5块钱买到一颗茶叶蛋 你就会很清楚知道 我赚到了 我就是赚到了至少5块钱的价差 为什么 因为你很清楚知道 一颗茶叶蛋的合理建议售价是10块钱 所以当你有5块钱买到 你心理就会很清楚知道 我已经赚到钱 所以股票也是一样 每一间公司都有自己的合理建议售价 当你掌握了这个合理的建议售价 你买进的 买进去之后的 的感觉 你就会清楚知道说 这一档 我大概可以赚到多少钱 这就是具体跟不具体的差别 所以 大家记得先加入我的Lite 里面这边分享最新的标股 那包含说 在上半年 还有说第二季的一些全新股票 都会在里面公开去做分享 扫描QR Code 或输入ID 小数WE178 WE178 所以真的要好好利用说 整个第二季的时间 尤其是如果手上有一些景气循环股 包含像是面板 那或是像是航运类股 这些可能说套牢幅度比较深的 就利用这一次 这一次下去做转换 因为说既然说第二季的行情这么好 其实我们要去做的就是把一些真的说 不太有机会 或是真的说套牢幅度比较深一点的景气循环股 下去做转换 因为如果说你说今年其实最没有机会的 真的会是一些景气循环股 因为说它的高峰已经过了 所以今年其实是比较不容易解套 所以如果说有航运或是有其他套牢比较深的个股 想要去做处理 真的就是利用这次进入第二季的机会 所以你看包含像是8478的东哥游艇也是一样 8478的东哥游艇 东哥游艇我们在2月22公开告诉大家 400元以下就是一个很便宜的买点 当时还写出来嘛 买点 当时最低调的364.5 一根跌停板下来 公开告诉大家这里就是买点 那你去看喔 当天是爆量收了一根跌停板 那你说 为什么它会爆量收了一根跌停板 当时很多人在问 那我就实话实说嘛 你说为什么会这样 我就坦白跟你讲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这样跌 但是我能够确定的是 当它跌下来 我要去做的动作就是去买进 因为这就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 你说 你要去解释一档股票的下跌 或是说上涨 你要一千个一万个理由 都没有问题啊 但是这没有意义啊 你说你用一万种理由去解释一档股票下跌 也不能改变什么 所以我们要做的应该是说 我当一档股票大涨或是说大跌 我们要去很清楚的知道说 这个时间点我们要去做什么动作 所以你看 这个位置 当时就告诉大家买点 一路这样涨 3月22 涨停板 3月23 再涨停板 3月24 上礼拜有盘中一度又再涨停板 最高到了520元 今天又创高 又是涨停板 连续四天了 连续四天涨停板 今天最高到了528元 帐幅租租25% 租租45% 租租45% 那你去看 是不是跟我们当时所讲的价位是一模一样 只要你在400元以下的任何一天 任何的技术性在去买进 一直到今天最高点528 通通都是大赚啊 真的通通都是大赚 帐幅至少都是3到40%起跳 那你说为什么 我会很清楚知道说 400元以下的东哥游艇 可以去大买 你说什么价位都好 反正就400元以下 你就可以去做大买 逻辑很简单嘛 靠的一样是产业加数字 透过产业我会知道 东哥游艇 它是偏向独占市场 因为它是做豪华游艇嘛 那豪华游艇这个东西 已经接近了独占 既然是独占 最基本的本益比 就是给到15倍 好那你去看 最基本的本益比给15倍 那再搭配上数字 2023年预估要算26到28 我们不用算到28 我们就算26就好 以26来讲 其实26加上15倍的本益比 搭配上15倍的本益比 它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 就大约是380到400元以下 都是它所谓的低风险 而且高报酬的买点 没有错嘛 我们当时就是这样告诉大家的 东哥游艇是独占 所以它的本益比 至少是15倍起跳 今年要赚26到28 我们就抓26就好 26搭配上15倍的本益比 结果大约是380到400元 所以这个时候你心里 就会非常的清楚 东哥游艇它的合理建议售价 至少要超过380到400元以上 那我们就抓400块钱吧 那当你心里有了这个数字 看一下这里 当你心里有了这个数字 你觉得很清楚知道说 400元以下的东哥游艇 这就是一个便宜的买点 是不是 不论说你去哪天买进 今天通通都是大赚啊 那你说东哥游艇到底会涨到哪里去 这边我就先不公开 大家可以用我的逻辑下去做推论一下 去看说它大概会涨到什么样的价位 所以其实你了解到这一层关系 就是说每一间公司一定有它一个合理的 基本的建议售价 那这个基本的建议售价 你只要说掌握住 其实不论说任何标的可以买不能买 或是什么时候要卖 通通都不会有问题 加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假设说你心里没有375元这个数字 加登基本上绝对是报不到现在 因为它的现行太丑了 而且又非常的黏 一下子上引线一下子下引线 就是洗来洗去的 这种股票很难报 所以一定是说你心里要有一个合理的价格 你才会知道到哪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位 所以你了解到产业加数字 你就会知道它的威力为什么在现在会这么的大 那这也是说为什么你一定要来找我 因为只有产业加数字 才能够带你买进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那也才能够说让你整个操作变得说非常的具体 那赚钱起来速度非常流畅 所以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本周我们会陆续进场布局 属于第二季的全新大标股 那手上的持股如果有需要转换的地方 也都欢迎直接打电话进来询问 或直接私信我的Lite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 想跟上下一档标股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加上开启小铃铛 还要记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记得加小老鼠 摩尔证券投顾 0800 66 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